南投地檢署 有一名王姓檢察官 涉嫌以辦案為理由 不當地碰觸年輕的男警員身體 還傳露骨的訊息給對方 而警察長是在月初的時候 得知消息 就立刻偵辦 以涉嫌違反性騷擾防治法 把王姓檢察官起訴 南投地檢署五月六號 傳出一名王姓檢察官 涉嫌性騷擾案件 檢察長當天就迅速分案 並由婦幼專主主任檢察官偵辦 立即展開刑案調查 並將該檢察官調離目前職務 二十四號已將他起訴 本署某檢察官涉嫌性騷擾案件 當日立即分案偵辦 經調查後任市政明確 液金偵查中檢提起公訴 檢方調查被害南警員 二月間因為毒品案件 認識王姓檢察官 當時王姓檢察官 就不當觸摸南警員的身體部位 後來也多次傳入骨簡訊 檢方以警員證詞 查扣手機簡訊等紀錄 性騷擾市政明確 性騷擾行政調查部分 南投警方已經受理申訴 南投地檢署將配合調查 有律師認為 加害人為檢察官身份 執法犯法 法官良行可能加重 律師也提到 雖然檢察官和警員互不隸屬 但在執行業務上仍算上下屬關係 王姓檢察官這樣涉嫌利用權勢或機會犯案 可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南投地檢署也將召開檢察官職務評定委員會 對王姓檢察官進行審議及行政懲處 記者 邱姓檢察官 黃安群 南投報導